YES! 今天已經來到了 熊敵鎖的訓練計畫倒數第三級了 目前呢 我們人位在 這邊應該是三峽地區 那可以看我身後這邊賴爾夫 如果是車友 或者是重機愛好者 應該是對這邊蠻熟悉的 這邊就分兩條路 一條是台七椅 那右側呢 這邊是台三線 一邊呢 就是雙北挑戰 也就是從這邊出發 可以從宜蘭出來很艱難的雙北挑戰的起點 但今天我們沒有要騎這麼難啊 沒有要這麼難 我們今天走右邊 我們今天走台三線 那一路呢 會接到台四線 然後移植到十門水庫的壩頂 帶你去看一下十門水庫 你有去過嗎? 沒有耶 真的假的 你沒去過十門水庫? 我以前都在家裡玩電動啦 真的假的 你沒去過台四門水庫? 我都不運動的 我哪有在出去的啦 好吧 今天這條路線大概總里程二十幾公里 那爬升大概是兩百公尺 待會呢 一路是上上下下小丘陵 就跟緊我就可以了 今天的天氣很舒適 非常的乾冷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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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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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狀況怎麼樣? 好像蠻輕鬆的 今天這個路線啊 從頭到尾會是小小的秋林地起伏 就是會上上下下 那整段路其實二十幾公里啊 相對來講算蠻輕鬆的 所以你今天就盡力而為啦 今天天氣很涼 核心溫度應該不會那麼高 所以不用吃冰就對了 今天喝個湯好了 OK OK 齁這個湊匙又快啊 今天這樣狀況蠻好的喔 在那邊一直衝喔 都讓我跟不上 不錯嘛 就看你後面撐不撐得完 你在後面要撒撒黏 下坡好爽 等快我等我 他今天真的騎蠻快的 我要出一點力才跟得上他 但其實也不是說今天 不跟上他啦 不知道為什麼 騎在後面一直有個味道 所以我今天 先拉遠一點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衣服沒洗 還是沒帶乾 整個 喔 動沒條啊 好 這種上次騎過測試FTP之後 我訓練台就是放到我家 然後平常無聊 可能一邊追追一邊 踩踏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希望自己可以進步 所以 我覺得感覺 有一點點 提升的感覺 踩起來比較舒服 你今天這樣其實是不錯啦 可是 你到後面那邊有一點就是 太快了 我都快追不上了 可是 可是背有點緊 不過我現在這樣按一按 你等一下最後8K應該會好很多啦 那我怎麼會想 好好聞喔 你有發現喔 嗯 因為我都用 毛寶X Pro專業運動酵素洗衣精啊 毛寶X Pro專業運動酵素洗衣精 雙重洗淨北歐PG蛋白酵素 搭配歐盟Ecosert 天然來源認證洗淨配方 鎖定汗製皮脂等髒污 深入纖維根部 徹底瓦解污垢 日本專利SPA 直萃製臭因子 毛寶獨家FaVo 織物護理技術 除去衣物意味 走戶機能衣物 OK 最後的8公里 我們繼續出發 GOGO GOGO 前面的這樣上上下下的起伏路段啊 到現在我覺得他的100公里挑戰是 越來越有機會了啦 因為在以往他只要遇到上坡 就會完全放棄 但現在他在秋林路段啊 慢慢的也可以抓到 下坡的時候可以稍微快一點 上坡的時候呢 又可以稍微用下坡的慣性往上帶 我覺得算是經過很多啦 空氣桌也太快了 空氣桌也太快了 哇 OK OK 這門追考耶 這個上坡很好練抽車耶 你要練一下 抽不起來 你把他腳變重一點 把他站起來然後左右推 變重兩檔 然後龍頭要左 右 左 右 有跟腳相反邊 右搖踩就推到左邊 左腳踩推到右邊 呵呵 好 大 挑戰成功 螞蟻 這次的里程應該 真的沒有很難吧 else 而且爬升才200 你在哪裡 爬上來這段 最後這一段嗎 我覺得這就很像去騎武嶺 最後要攻頂前那個好漢坡一樣 因為最後是超級陡上 但這邊其實就是一直蜿蜒上來 但我也是第一次從這個路線進來石門水庫 所以其實我也算第一次體驗 而且剛剛的風景真的是很漂亮 很水 我剛有幫你拍到一段 超像在那種北歐的那種陽光灑下來 然後楓葉的感覺 那接下來這次挑戰之後 我們也倒數大概剩下30多天了 所以下一次的挑戰 我們將會把距離慢慢拉長 那距離變長之後難度就會變高了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 下次應該會是從西濱直接台北騎到新竹的挑戰 是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訓練 這次的訓練算是稍微放鬆 也我覺得算是進步很多的考驗 所以接下來難度慢慢提高 準備面臨我們100K挑戰 如果大家對於毛寶X Pro運動專業 銷售駕駛非常有興趣的話 趕緊點選下方資訊欄 輸入成功了 Jerry100 就可以在單筆限滿690之後 有限折100的優惠喔 我是你的家人 Jerry 我是KAMM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毛寶X Pro專業運動酵素洗衣精 慶寧白色香 聞起來非常清新與清爽 另外也有玫瑰香薄 聞起來是溫暖清涯的感覺 Initially,我會見一下 我寫的級別是你 不斷大學的手工 給了幾年 你說的 現時,我看到的 我們也被地 excess氣 大學的感覺 這裏有了 也是